接著來看一下接著介紹金屬浮墨的厚度跟層積速率 那基本上所謂的層積速率就是層積的時間看層積多少多厚 也就是厚度除以層積時間就是層積速率 而浮墨的厚度一般你可以用什麼呢 SEA來看型界面 但是SEA呢第一個價錢比較貴 第二個你必須要有貨面等於是要貨壞晶圓你才可以得到 所以基本上這一個是貨壞性的兩者的話 你會犧牲一點才要變 那比較常用的是什麼呢 用的是這個Stator 什麼Stator呢就是它有一個探針 探針它可以偵測表面的高低 也就是說今天你的浮墨支撐在這裡 那我在這個探針在掃的時候 我在掃針的時候是低的表面 掃針的時候就突然就抬起來 我就會看到一個接聽的訊號出來 我的表面的信號 無墨的信號就會出來 所以這個高低差呢 這個不同的Stator 有不同的名證 有叫做Alpha Stepper 它其實就是一個Stepper 就量測無墨高低的 但是一般的Stepper它的Resolution 你要測雷氣屏的Resolution 如果有一個無墨很薄到奈米程度的話 你用Stepper測出來的誤差值就會很大 那還有一種是什麼呢 你可以用AFN 原子力纖維鏡 它可以看表面的高低差 如果你的WAT很薄到奈米等級的 那你就可以用什麼呢 用AFN 否則真的要切的要看TEN 否則一般用AFN 或者是Stator就可以了 不管就是像剛剛講的 那你破壞型的用SEM 用電子顯微鏡 那再來就是呢 無墨都會有無墨的硬力 金屬也不意外 金屬也不意外 不同的是什麼呢 金屬的延展性 通常都會頻繁到 居然體來的好 金屬的延展性比較好 所以金屬呢 它從溫度 從沉水溫度降到室溫的時候呢 它可能受到 Compressor的作用力 也可能受到Tencil的作用力 但是因為它延展性好 所以呢 它都會有洗臉 跟著洗臉 比較大的是什麼呢 我在受到Compressor的作用力的時候呢 我怕換那些金屬的粒子 全部記在一起 突然間有個尖多起來 那表面就不平整 而且有個尖的金屬很可怕 那不然就這樣呢 我拉伸 我拉伸的時候呢 基礎原子開始 好像這樣蹭動 可以突然有點把刀線下去了 那這也不好 那這也不好 這也不好 所以呢 粉末的硬力要注意 但是基本上問題不會很大 因為通常金屬粉末的厚度都還蠻厚的 基本上金屬粉末的厚度都還蠻厚的 所以這些基本上都不會是大問題 基本上都不會是大問題 那金屬最主要就是它的電阻 電阻值 那基本上電阻值呢就會直接用什麼呢 用四連碳針去兩側電阻 電阻通道會什麼四連碳針去量 就是最內側最外側片電流 最內側兩頂壓 因為你最外側電流流過去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電微差 那兩側電微差 就照正面的距離 就可以量到這個半導 就是金屬表面的片電阻 就可以量到它的片電阻 而這個片電阻 跟後路也有關係 那這個部分呢 有興趣的人再回去自己研究 所謂的四連碳針來測 那這地方我們主要介紹的是什麼 好 那金屬在成績呢 主要可以分為CVD跟PVD 化學氣象成績跟物理氣象成績 那首先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化學氣象成績 那CVD跟PVD之前有介紹過 差別最大的是什麼 基體覆蓋 PVD的基體覆蓋很差 因為它就是單純的 要來就是真度 要來就是見度 就是單純的金屬模模往下成績 就像直接整個俄羅斯方塊 直接成績下來 直接整個摩擾起來 基本上幾乎沒有基體覆蓋 但是CVD是怎樣 CVD上個照片來介紹過 它是前驅路跑道表面 吸附之後再移動 這整個化學能力形成績木 所以它平面跟側邊都會有 撲木的形成 但是PVD就不會有 PVD的側邊呢 就只有在蒸氣跑過來 或是金屬粒子在介度出來的時候 只有少部分金屬粒會從側邊吸附 不然全部都是直接上去 直接在排在單一方向的Hold起來 好 所以你會看到說 CVD的螺族跟PVD比起來 就是有很好的PVD覆蓋能力跟 尖細填充能力 所以要填微小的尖素狀 就一定要用CVD 要用CVD 但是CVD跟PVD比的話呢 CVD的活物品質 活物品質跟電阻力都比PVD來的差 CVD的活物品質跟電阻值都比PVD來的高 活物品質跟電阻值都比PVD來的高 活物品質電阻力高 所以變成它只能在局部填孔氣的時候 會需要用到CVD 凡是只要不是填孔氣 沒有電阻值概率問題的地方 都盡量使用PVD 兩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大家介紹過了 螺族品質差 電阻值高 這是第一個因素 CVD的成績速率通常比較慢 PVD的成績速度比較快 所以通常厚的活物品質都會用PVD 比較省時間 比較省時間 大家先介紹 然後呢 最常使用金屬化學氣象成績CVD的呢 就是污 碳 這兩個材料 細化污現在金屬分數大概有了 污 細化污跟氮化碳會使用CVD 只要是化學氣象成績 就需要溫度 就需要溫度 除非是PVCVD 但是PVCVD基本上只用在什麼呢 只用在半導體系 跟絕緣層 阿塞跟奈川上面 金屬基本上沒有在用PVCVD 基本上金屬沒有在使用PVCVD 那都是什麼呢 一般都是LECVD或MOCVD 主要都是LECVD 化學氣象成績 所以都需要加熱值 都需要比較高一點點的溫度 那這個CVD呢 很明顯看起來就是PVCVD的有點大 這是PVCVD 傳聞人們的CVD溫度比較高 你不需要PVCVD 那PVCVD的話 你就要找到適合的regressor 適合的regressor進來 這種就是金屬PVCVD的吸引物 PVCVD很明顯 有r-power 如果是一般能力CVD 就不會有r-power 有r-power代表它是要打成電降的 它是要打成電降的 所以呢 CVD的過程是怎樣呢 就是 晶圓通路反應式 把它關起來之後 接著抽氣體 抽氣體跟穩定你的製程溫度 那等氣體 等氣壓抽下去的溫度穩定 再來通路你的製程器 製程器通進去之後 r-power打開之後呢 電降形成 r-regressor出來 就會開始形成過過程器 那 過程一結束的時候呢 氣體就把它停住 然後POWER關掉 然後呢 第二製程的氣體 那就是什麼 一般就是氮氣 為了把多餘的氣體衝掉 噴一些氮氣 那製程主要這個氣體就會關掉 然後呢 接著就會把另外一個氣體也關掉 基本上通常很多都是關掉也沒關係 那因為它有抽針通常會抽的 然後最後是噴彈力進去把槍體 剩餘的 還沒翻譯完的製程器 可以吹走 然後最後放開來 WIFER 只能出來這樣子 這是一個標準的流程動作 那PCE燉酒前面講過 側面槍體也都會沉積 不管是金屬骨末 絕炎層或者是半導體 都需要輕槍 那輕槍的過程是怎樣呢 反應是開始抽針通 抽完針通之後呢 把腐蝕氣體充進去 打成電降 一般都是什麼 FOR CFOR CFOR可以吃絕塵 可以吃半導體 甚至可以吃部分的金屬效 烏肉性一層金之後 也可以用FOR去吃 也變成WF6會變成氣體 所以在10克的過程中呢 通住CFOR的氣體 然後打開電降 之後呢 就開始10克 那10克完了之後呢 你的AirPower就關掉 然後氣體關掉 然後再把它PURGE進去 把剩餘的CFOR給噴掉之後呢 接著再怎樣呢 用氮氣去進化它 然後最後就可以開始你的成績了 然後你就等於是把 槍體裡面的 已經鍍一堆無墨的槍體 給重新10克掉 重新進來 但是10克完之後 一般而言啊 槍體當10克完 你會看到 都氣體關掉了 又淨化了 淨化完之後呢 是否代表槍體裡面是 完全乾淨呢 會不會有殘音的火 或多多少可能還會有一點 所以呢 今天怎樣開始下一次成績之前 都常會一成績一次 因為你的槍體 假設我今天是成績 烏好了 它通WFO進去 好 那槍體還真的很多 然後接著我開始通很多的FOR 把烏全部清完之後 然後下一個規格 要開始要進去 重新成績之前 你要確保這些FOR 都消耗了 可是你 你的蛋清進化完之後 你又敢保證 你的槍體是 已經沒有任何FOR 否則你經理進去FOR 一萬一吸出 碰到斯里肯 又十顆了 所以通常會怎樣呢 整個槍體還是空的的時候 機會沒有放上去 清槍完之後 再後一次製成撥墨 就是預程機 就等於是 你的原件電還沒有進去 你先讓槍體空轉直 那空轉直 規格沒有進去 那 撥墨還是會在槍體形成嘛 那這個撥墨在槍體表面形成 就等於是把什麼呢 所有人的雜質 或是煤白管器 全部讓它封起來 就等於是讓槍體 欸 槍體的最外面是你 成績的撥墨 而這撥墨反而是靈腰的 所以它不會是 你的汙染物 你想要成績的撥墨上去 就把槍體給撥起來 所以 一般而言啦 清槍完之後 都會再呼成績一次 你想要成績的撥墨 接著才清理才進去 否則第一天進去 最可憐啦 那第一天進去 是這樣的 搞不好這裡還有一片毒氣 我就進來了 還不如這樣 我先示範一遍 先把這些毒氣全部封住 然後清理再進來 好 所以力度很重要 運成績很重要 所以呢 這就是 那汙基本上用CVD 因為CVD的接近覆蓋率 PVD的接近覆蓋率很差 所以你想要垂直填滿 同系的話很難 所以基本上會有CVD 會使用的是CVD CVD有幾乎完美的接近覆蓋率 在人居於性 可以過過輕一天 重複影響的接觸套 會產生恐怖 這就是多的優點 否則 那種不會站在哪裡 四個舞台上出現 好 你看 Infarad Content 這個比較好看 這個比較難貼 但是現在原件越做越小 沒有這麼大的空間那幾天 都會越來越 越來越緊 因為原件越做越小 空間越來越小 所以孔洞也越來越小 就會要求越來越直 一般現在已經不開始傾斜式了 PROCK基本上 它能夠傾斜 硬力也不錯 要有那麼大的傾斜度 可能會難 會難 這個應該有很多的傾斜來看 我們找一下 4個 2個 4個 4個 4 Why 像这样 打开不小 不打开 來 叫做Tardy 就這樣子 你能看到 這個 我們一般這個叫做 aspect ratio aspect ratio 就是什麼呢 開口率 開口跟這個 開口的大小跟生物的筆跡啊 這叫做 aspect ratio 就是深度除以開口 這個長度除以這個長度 越大就越遠 代表什麼呢 深度越深 開口寬度越長 這叫做深寬比 深寬比 深寬比越大 越不好聽 深寬比越大就越不好聽 所以你能看到這一個 這個就很深 很長 這樣 來找合 像這樣 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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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很多 像這裡就是火斷之神的天物 剛好這張照片很有意思喔 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你知道會看到什麼嗎 這是現在很流行的 3D IC 三圍晶電路 這裡有一顆 MOSPAC 這裡又有一顆MOSPAC 就等於是金圓表面做了一個MOSPAC MOSPAC上面再蓋第二層 再做一個MOSPAC 這就是現在講的3D IC的製程 然後一樣 看在這邊會有 MOSPAC MOSPAC 這怎麼一件是實驗室的東西 所以間距很大 看看這個有意思的照片 各位先考量 3D IC 一般就像這樣 有多層金屬 都會有一個 深寬比很大 深寬比很大的力 然後接著才是METAL1 METAL2 METAL3 那每層金屬跟金屬之間 就會有一個PIE 一個PIE 這樣子 而最深的 最窄的 會有孤區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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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呢 我們的BOOPAC要求的是 強的潛充能力 那當然 電阻越低越好 但是呢 如果遇到 潛充能力的話 潛充能力的優先 優先於電阻值 你要先不夠添得好 再來才能夠要求 電阻值 那屋是怎麼做的呢 在CED裡面 它的潛區屋 precursor 是用WFO 六佛化屋 作為原材料 那你可以通 氫氣跟SIREN 來跟阿牌 產生屋 產生屋 你可以通 WFO加上 什麼呢 加上SIREN 然後呢 就變成無辜的成績 然後變成SIREN 那基本上 基本上主要就是WFO 主要就是套WFO 那如果是通氫的話呢 通氫的話 就會變成HF 那它就會有腐蝕性 就會腐蝕絕緣層 就如同前面講的 你就需要有什麼的 代化害 來阻擋 這些某的琴 去碰到絕緣層 這樣子 那WFO的好處是跟錫有好的接觸 所以可以降低接觸防電阻 但是啊 就如同前面講的 現在WFO不會直接跟錫取接觸 它會接觸的 反而是什麼呢 細化音 Micro-SIREN 它不會跟純錫接觸 早期還沒有做C-SIREN製程的時候呢 WFO是可以跟錫直接接觸 但是現在呢 都已經有那個 都已經有細化的存在 所以它已經不再會跟錫直接接觸了 但是跟細化音也是有很好的接觸 但是如同我前面講的 我要仿佛的Radical 因為套WFO的投入去 在撞出Radical之後 它也會有佛的Radical 佛的Radical 只要弄到細 一樣會有10顆啊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 都不想要讓你被服用 再撞進去的時候呢 直接看到什麼 看到絕緣程 看到半導營都一樣 直接用TIA空住 確保你的佛的自由基 不會失科到絕緣程跟半導營 所以基本上就是因為有 淡化泰雷當主導成 泰雷當主副作成這樣去用 你也可以全部用淡化泰雷也可以 所以現在可以用烏的製程 那烏的成績包含什麼呢 烏通道擠底表面後 會先成河 然後呢 再來才會聚集 然後再來才會整片的擠台 這就是新衣的製程 在新衣的製程 在新衣的製程 新衣的先成了migrate 移動後 然後慢慢變成cluster 變成快狀物 一個快狀物才會變成連續烏墨 好 所以WF6 同期期會變成佛加HF 然後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就有 這裡是烏 沉緊烏的時候烏是很厚的 很厚的烏 然後最後CNT把它磨下來 然後呢 這裡就會怎樣呢 烏在CNT之前呢 會有一個烏的金種層 烏的金種層 那這地方先 有沒有你看 就直接講 反正它都會CNT成績完 這部份marchment 就把會有更詳細的製程 步驟跟直律 你只要知道說 我們就是成績整個烏就對了 只是烏在成績的時候 會分兩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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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麼呢 一般CNT都用CN4 那有些地方會有MF3的SF6 那一般都用CN4 然後用FOR的自由 就覺得烏散一旦 不願WF6 來做槍體的清洗 用槍體來做槍體的清洗 這就是一個示意度 下面的MOSPEC做好車子之後呢 VIR要倒上來 VIR要倒上來 直接開始接不同金屬的時候呢 就會失踪到烏 而在成績烏的之前 會有鈦跟氮化漢 來當作副軸層跟骨盤層 這樣子 我們介紹 我們介紹 這只是一個CN2 那這是一個 左邊是DRAM 右邊是電競體 Logic Device 右邊是DRAM DRAM就是1T1C 而C呢 電容就靠MIM電容 金屬絕緣層 金屬變成電容 這就是一個電容建構 電容建構 因為那是兩個金屬 中間加絕緣層 那就是個電容 這是DRAM的C 細化屋 細化屋 細化屋現在用什麼叫什麼 細化屋主要是用在 DRAM的 平均的 1Line 即自圓線 甚至有1Line 你們知道記憶體的Layout 跟記憶體的電容嗎 你們知道什麼叫1Line跟Bitline嗎 在製作的過程中 整條1Line跟整條Bitline 整條金屬連接 整個電競體的JED端 或者是GET端 如果不知道就想著 我就需要有一個金屬層來連接起所有電競級的DRAFT 或是SOFT或是GET需要這些 那這時候會用矽化鋪 用矽化鋪 那矽化鋪的鋪的材料是哪個會不會服用 那矽的材料就是SiteLate或帶過SiteLate這兩個 那這兩個鋪下去呢 在四海度C的溫度之下就可以形成矽化鋪 就可以形成矽化鋪 那其中SiteLate或帶過SiteLate要選哪一個呢 帶過SiteLate比較貴 但是它的GET覆蓋比較好 它的層低速率比較好 所以你可以使用帶過SiteLate 如果你夠有錢的話就使用帶過SiteLate 為什麼 因為矽氫界很輕 一旦斷掉之後矽跟表面會形成化學系統 那矽跟綠的近點比較強一點 所以綠比較容易斷掉 所以它在吸附到上面的時候 它還有一些綠的間接 使得怎樣的吸附會完全吸附 靠物理吸附在表面 它的吸附力會比較弱一點 那切力就會比較弱一點 那筋力覆蓋率就會比較弱一點 那筋力覆蓋率就會比較弱一點 所以帶過SiteLate的間梯覆蓋率比較好 層級速率也比較壞 OK 所以基本上都使用帶過SiteLate 然後再來就是使用帶過SiteLate的話 它原來的好處是什麼呢 照它說話就是佛的濃度會比較低 佛的濃度會比較低 佛的濃度會比較低 另外就是6的H0F 我們已經知道知道什麼嗎 Biple SiteLate SiH2CL都來選擇取代SiteLate的話 好處就是層級速率更薄膜的接體覆蓋 照它在 這樣用 好 前面講過 層之所以可以拿出來用 主要是因為碳來當作阻擋層跟輔助層 那SiteLate當然比Piple SiteLate有好的階層覆蓋 但是SiteLate的缺點就是前面講過 SiteLate的缺點就是補膜品質比較差一點 電阻值比較高一點 但是我們知道填洞 尤其是當什麼呢 當附助層跟組長層 更是要好好地附著在側面上面 所以絕對只能選擇Piple SiteLate 不能選擇Piple SiteLate 因為我們就是要好好地將整個填洞的側面 表面全部都覆蓋 看只能用SiteLate 那SiteLate就是用四氯化氮 在吸油風 在吸油風加清氣之後吸出碳 然後產生出HC吸油出來 這個樣子 而氮化氮就是在充 跟Nitrogen有關的氣體進去 因為有電降 拿出氮的自由氣就可以形成氮化氮 那氮化氮的好處是什麼呢 氮化氮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當作基本阻擋層 它的阻擋效果離泰 那它當然也可以當附著層 只它附著力沒有碳 所以以阻擋層而言 TiN勝過碳 以附著力而言的 碳勝過TiN 這樣子 所以一般都是直接這樣 雙層結構 用碳再用氮化氮 先用碳再用氮化氮 這個樣子 但是基本上這個地方 也不會是用CPDR 基本上這裡還是CPDR 我不知道為什麼客人要洗這個 基本上TiN 基本上應該還是用CPDR 因為測必須要有度 還是要靠行為地外控制 蛋液 好 那蛋液乾什麼形成呢 如果是TiCell4就是碳 你要有蛋的成分進去的話 你就要有氮球菌 那就是你可以靠阿蒙尼譽 比較好 如果沒有ammonia或N2也可以 但是N2就比較多一點 ammonia會比較好一點 當然你可以直接這樣 ammonia跟N2都透 就GICSO加上N2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再加N2 也可以不用N2 把這些有氮氮氮氮出來 就形成氮氮氮 所以呢 因為有氮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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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它的電子池會比較低 那比較高 電子池會比較高一點點 那成績幅度的時候呢 溫度越高 幅度的影子當然也越好 那這個新出來的綠呢 就被帶走 藏銀的綠會比較多 所以綠的濃度就會比較低 那基本上會是有什麼呢 MOCPD 就是金屬有激化 創於現象升級 這指代表什麼呢 MOCPD其實它就是一般的LBCPD 為什麼叫MO呢 代表它的precursor是金屬有激物 金屬有激物的precursor 這個CPD就稱之為MOCPD 那什麼是有激物呢 就是含有碳 含有碳成分的precursor 所以呢 如果是使用MOCPD 像這個呢 它就不是MOCPD 它就一般叫PCE或LBC就可以了 如果是MOCPD有那個 這M是Metal 這是Oganic Metal的Oganic的CPD 要Oganic代表它的潛區物 它原材料是這個 TIH3WHOF 會有碳的褪蛋 這是一個有激物 直接當是有激物 高溫裂結就會形成TIM 它有點像是TILs乘積阿塞一樣 就是一個潛區物就可以完 就夠了 這樣乘積阿塞直接用TILs TILs就可以直接乘積SAT 那這個也一樣 這個直接沉積TNT、MAT TNT、MAT、T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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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剩下斷掉進捷後的 器材化學物 也會發掉 這個樣子 但是比較貴 跟這個比起來 這個比較貴 無論是TILS 或是TNT、MAT 一個就可以完成的這種聚合物 這種通常都比較貴 但是JT覆蓋也不錯 這個就直接 比起來 好 所以 再介紹一次 一般的MOCDD是LBCDD 只是它的前驅物改成是用金屬油積物 就叫做MOCDD 所以它不是BCDD喔 它不是BCDD 它是LBCDD 它是低壓耗的起降層機 只是前驅物是用金屬油積物而已 那前面這個呢 CiC4加Omina 這個可以用LBCDD 也可以用PCDD 但是基本上都是用PCDD 因為LBCDD需要比較高的溫度 尤其是氮化的那部分 就像NITRO一樣 NITRO的成績需要800度 那金屬油積物 那金屬的氮化物的成績溫度也蠻高的 基本上只要是氮化物的成績 如果是單純石的話 LBCDD溫度都蠻高的 所以你要在P溫下成績 氮化物的話 最好都是用PCDD 好 鋁 鋁 之前介紹過 鋁是高手排行榜 導電鋁最排行第四個金屬 那鋁可以用CVD也可以用PVD 可以用CVD也可以用鋁 那這裡先介紹一下鋁的CVD 因為現在這個CVD也是都在介紹CVD 鋁的CVD呢 鋁的CVD基本上經濟覆蓋率也不錯 而且電鋁是顆粒要低 因為金屬鋁的電鋁部還要低 銀銅還要低 銀銅還要低 那它的前驅物是什麼呢 DMAH就是這個東西 DMAH 鋁 鋁 這個直接加熱 直接加熱 LVCVD的支撐 直接加熱就會吸出鋁 這也是一個 MOCVD 有機物 有機溫的CVD MOCVD 變成鋁 乘激出來的東西 就會發揮 那只需要低溫就可以了 這個只要3-5度C就可以乘激了 所以即使是用LVCVD 它就會分解 因為它很容易分解 這個東西很容易分解出來 那分解出來的話 填充能力 電阻也低 電阻也低 那 可是呢 前面講過 雲的缺點是什麼 因爲充migration很嚴重 就是有大量電流流過去的時候 它很容易產生崩塌 源自於它 所以你就要參掌 可是如果在CVD 是用這種情況下 你要參掌就很困難 因爲它是單一個化合物 直接裂解 把後面的鑑鐵全部斷掉 流下來 所以你要在這種情況下 再參一些東西進去 是很困難的 很困難 所以變成你要抑制 你的充migration 通常是這樣呢 CVD的鋁填完之後 最上面呢 再覆蓋一個鋁銅合金 就是加錢不下 就是下面一級不穩 那你知道上面蓋水一定穩一點 但是下面一級不穩 這個事實還在 還在 只是怎樣呢 只是幫它穩一下而已 基本上 它沒有辦法策定解決 你就會充滿熱血的溫度 它只是改善它一下 所以 因爲冠銅 也會用到很多種金束 可能會有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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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通常會用這種 Marty Chepard 叫做Clausel的吉他 Clausel的距離 群級的工作式 這就是一個PEC 有很多的槍領 我經驗從這裡進去 然後我想要做什麼不同的 不過我就進入不同的槍領 去做就可以了 這之前介紹過 在HDD CDE的時候 我也介紹過這種吉他類 就是我上面掛了很多的槍領 每一個槍領有不同的功能 像HDD CDE 是什麼 有10顆有成績 HDD CDE之前上禮拜介紹過 有成績Ti 有10顆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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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怎樣呢 成績10顆 成績10顆 滿滿的鐵重 間隙 那這裡都很單純的 全部都是成績的吉他 有金屬的 有絕緣成的 就是HIGH TEN 可以在使用的吉他 我可以成績金屬 也可以成績界限制 只是不同的是什麼呢 這些用的是ALG Atomic Layer Atomic Layer 就是我上台最後講的 它是一層一層的道具 所以速度很慢 但是好處是什麼 DATER的連陣 階梯覆蓋率非常好 但很慢 所以它什麼用來當作什麼呢 就是覆蓋的 如果你的HOLD 要很厚的話 那沒有辦法 它真的是怎樣呢 在最短片的地方放置的金屬 那後面的HOLD 我平常還是要用傳統的PCVD 或者是使用什麼呢 MOCVD去錄HOLD的金屬 薄的金屬才能用ALG 因為ALG很慢 而且又貴 又很浪費化學材料 這只告訴我們說 這有一個金屬化的工具 但是我們現在在講後段製程 後段製程的話 這些是用在什麼呢 用在28-90之後 29-19-90 做HOLD 做HOLD 的時候不用它 所以它把這個 就很奇怪 因為它其實都在講 金屬後段 立耳之後的製程 立耳之後的製程 更不會用到 LT 更不會用到這麼貴的金牌 不需要 不需要用這麼貴的金牌 這些是用在 Apple State Gate的地方 就可以用到它 只是因為 L也屬於CVD的一種 讓我們來介紹過 而TamiLand的資訊也屬於 CVD的一種 所以它把它鑽在這 因為這整張是在想CVD 只是這個CVD 用我前面講的這些 呢 既然是鼓勵的 因為這個是用在做 Gate的 Boss Pay的Gate 跟Gate IH 5是在做後面 金屬領接 用的 這裡如果用在 後面金屬領接用的話 那就是殺機 又爐到了 這個是專門用在Gate State Boss Pay的Gate State 然後 CVD掃揚之後呢 接下來開始介紹 PE PE 物理氣象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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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有兩種 一種就是熱震度 一種就是漸度 一種就是漸度 所以這樣就是透過加熱 將物體的材料 來氣化變成蒸氣 然後蒸氣揮發上來之後 碰到氣板表面 然後結成固態物理 或者是漸度 直接把固態材料 打成小粒子 小碎片 漸出來之後呢 然後讓它漸不到 漸出來之後呢 打到那裡 打到氣板表面 沉積上去 這樣 所以呢 都是將固態材料 氣態化 所謂氣態化就是小分子 就是讓它變成小分子 小分子 固態材料 變成氣態化就是小分子 你可以用加熱啊 然後呢 在靜板表面 再重新凌結成連續顧墨 所以CVD使用的原材料是輕 但是PVD的原材料 就是用固體 因為固體來加熱 或固體來漸入 所以PVD是用固態的原材料 固態原材料 那CVD接近覆蓋不好 PVD接近覆蓋不好 但PVD接近覆蓋不好 但是PVD的覆蓋品質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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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PVD是用固態的原材料 然後雜質比較低 而且電子也比較低 因為CVD在成績的過程中 還有很多其他的元素 綠啊 火啊 還有一些有機物啊 所以他只要有一點不純 都會影響到他的電竹質 但是PVD就是純金屬的 純金屬的靶材 純金屬的原材料 我要度泰就拿泰 我要度就拿綠 所以揮發上來的成分很純 很純 所以他的品質比較好 雜質的物質也比較好 所以PVD的品質 但是他也有一個大訊息 就是階梯覆蓋環 階梯覆蓋環 那PVD就兩種 針度跟漸度 針度跟漸度 那現在主要怎麼使用漸度 為什麼 因為針度呢 所謂針度就是加熱 讓它融化 變得熔溫中暗 那不同的材料 它的融點不一樣 不同的材料融點不一樣 所以用針度比較不好抗擊 用針度比較不好抗擊 那用漸度的話 都是使用什麼的 大部分可以使用壓力子去抗擊 把它撞出來 比較好撞出來 這個就需要電降製成 因為需要螢子抗擊 針度就不需要 針度只要加熱製成 那一般加熱可以透過什麼呢 用線圈的方式加熱 或者是用什麼呢 用電子束 用電子束去裝備材料 讓電子的能量呢 傳達給機材表面 轉化成熱能 然後不讓它溫度升高 所以一般針度要 用加熱線圈 或是加熱的乾爐 用加熱乾爐 或者是什麼呢 電子束 直接把電子束的能量 轉化成熱能 兩種 那漸度就是使用電降製成 直接打出離子 然後離子就轟起把彩 就會產生漸度 那現代目前主要是使用漸度 因為漸度可以怎樣呢 純度比較高 然後呢 成績出來的清除的電阻值 也會比較低 所以PPP目前主要是採用漸度 在623年主要是採用漸度 在623年主要採用漸度之前 然後呢 讓乌丹斯或乌丹坡加熱的時候呢 融化你的金屬把財 但是這就要是用代理 用代理這種金屬 基本上這個 用這種珍度的方法 有一個缺點是什麼呢 你要 你要度的浮墨 那融點要夠低 如果它的融點 汙還要來得到 那就完蛋了 你汙融化了 你的把財都還沒人化 結果你增上去的不是你的技術 所以呢 它有很大的確定就是說 用蒸布的方式當中呢 如果是用加熱燈絲的話 或是加熱乾鍋的話 你要布的浮墨 你要布的材料 它的融點必須 跟你的乾鍋材料融點低壓 如果它的融點超過你的乾鍋材料 那就完蛋了 你想要打仗 然後它有天天的燈絲 結果還沒人化掉 你的爐子就已經先溶解 那就沒有用了 這樣就沒有用了 那它就是這樣 加熱 加熱把它溶解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有蒸氣出來 可是一開始在蒸氣蒸出來的時候 很多雜質會先蒸發出來 所以一開始呢 加熱器上面會有一個南板 是什麼呢 你的材料融化之後 變成蒸氣上來 可是一開始有很多雜質 你不想要讓它直接突然很晶圓 所以一開始在蒸布的上面 然後你呢再放一個什麼呢 機械遮板 就遮住這些熱蒸氣 直到熱蒸氣蒸了一段時間 你認為後續出來的蒸氣已經夠蠢了 你再把遮板 移除 或是移開 那這樣蒸後來後續的蒸氣就會蒸發 然後呢 沉積到精油表面 就會變成金屬浮墨 那蒸布現在主要的在學校版呢 比較便宜的就是用剛剛講的幹鍋 用烏登斯或是烏代鍋的形式 那比較有錢一點來的就買電子樹 買電子樹 電子樹至少要四百萬 上 所以 有錢的人可以嗎 那電子樹呢 它是怎樣 它是直接將 在蒸布的過程中 它是電子樹直接打到把材金屬 所以變成雙金屬那個材料 它熔滅不到你的關係 因為它的電子樹直接瞄準在你的把材 所以你的把材是直接受到電子樹的能量 然後轉化成熱能加熱 但是你的幹鍋還是要耐油麵還是要厚 耐油麵還是要厚 不能說 我中間的材料你加熱到1000度 結果你旁邊幹鍋呢 八百度就溶解了 好 雖然我在加熱 但是你旁邊雖然會動較低 但是也充分的溶 所以通常幹鍋都 幹鍋都需要修容有點高的 石木幹鍋很便宜 五百塊就有一個 八百塊就有 那 你想要用一個好的幹鍋 要賣兩千塊一個 兩三千塊一個 還是要便宜喔 你可以常常給我撼到五千塊喔 我就不買 我就拼得去照 我就看看有沒有誰賣兩三千塊 就這樣子 所以幹鍋有分石木幹鍋跟烏幹鍋 那通常用烏幹鍋還要便宜 否則石木有時候會打爛 很容易打爛掉 那電子是真部的話 拔材清楚的周邊不會融化 因為它主要是打在你的拔材正中央 那主要就是讓中間融化 不要 其他地方都可能還是固體狀 但是這指的是你的拔材夠大 你的拔材夠很小的話 那這個拔材還是會一起溫解 還是會一起溫解 那如果你是使用石木幹鍋 那你在這個電子樹加入的時候 你的石木也會有雜質污染 也會有一些碳 湧到你的金屬布裡面 你就會參掌了一些碳 石木就是一堆碳 就會有一些碳 就會造成雜質 這就是電子樹震度 這就是震度的適應 電子樹呢 有一個電子槍 電子槍可能是要加熱一分絲 然後我們的抽真空把電子樹射出來 給一個高壓電 給一個硬壓 讓電子樹射出來 然後機油磁場 它會轉換 電子樹跑出來給它一個磁場 它轉換之後 打到你的拔材 那它只會加熱被打到的地方 那旁邊是乾鍋 所以它加熱加熱中間這一塊 所以乾鍋耐溫路到還好 可是如果你的拔材很小的話 那乾鍋也會有到 那再來看你電子樹的大小 你的電子樹如果很大 那加熱面積就大 那電子樹如果很細 那加熱面積就小 可是加熱面積小 代表速率就會比較大 電子樹比較大的話 面積比較大的話 當然 度出來的速度就會比較快一點 那這裡就是抽一個真空的槍體 所以電子樹出來 打到靶材之後 電子樹的能量碰撞 轉換成熱能 然後這裡的靶材就會加熱 加熱到變成蒸氣的時候呢 蒸氣就會蒸發出來 然後晶圓放在上面 然後蒸發出來 與蒸氣就會放到晶圓表面 然後就變成延續不過 這種做法 那一槓可以增 可以度什麼呢 可以度半導體GNT金屬 都可以 電子樹非常好用 電子樹非常好用 所以如果要使用熱震度的話 強烈建議使用一槓電子樹 就是EB DEPERATION SYSTEM 而且呢 現在越來越多機械是怎樣的 我同一個槍體裡面 我可以放兩個把柴 甚至三個把柴 只要我的電子樹 我正做一個電子槍 只要你的電子槍 數量夠夠就可以了 一個電子槍 大概三百萬米 多賣幾個 如果你有錢的話 那就等於是怎樣呢 我實在可以度混合物 我可以這裡度 這裡度 比如說度胎 真度是怎樣變什麼呢 呂太可見 這樣子 也這樣子 好 這邊休息一下 真度的部分 大家來一下見度